小貞姐Karen在隔壁 必須跟她分享這個好消息 剛好她Sales也推一模一樣的SHARE給她 我就說欸欸欸 這個SHARE她說 沒有辦法穿 我說妳腿那麼長妳一定會穿 我說我告訴妳 我剛剛就是跟你一模一樣的嘴臉 穿起來有夠長 妳穿妳一定會買 她跟我做了一樣的事情 她也想穿上去打我臉 她就這樣跟我們世界就是囉嗦 這種鞋子我穿怎麼可能會好看呢 穿上去然後就這樣 啊 星光優格 長腿妹 哈哈哈哈 妳今天也是有稍微Just call一下 這種學院風是不是 其實我今天會這樣穿的原因只有一個 因為我這雙鞋 馬毛 然後它有一個襪套 SHOW SANG RESPECT 這也是瞎那了吧 SHOW SANG RESPECT 而且這不是襪子欸 對 它是一個套 請問一下它可以幹嘛 它就是造型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這個鞋子不是我的材 當初Sales給我看的時候 妳沒有買 我是這樣 妳覺得我會穿這種梅亞的鞋嗎 梅亞穿在露腳踏 了解 年輕的女生腿長短褲嘛 露屁股蛋的時候就會穿一雙靴子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有年紀身高 又沒有165的人 我們穿這種腳會被截一段 所以她拿出來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說收起來 就被羞辱了嘛 她說王小姐妳試試看 這雙真的很不一樣 我一直拒絕她 因為我覺得 明知不好看還要試 不是自取其辱 對 我不要 高 欸王小姐我跟妳講 妳就試穿看這個鞋子 你這鞋子驅欸 真的很適合你欸 等我穿上去你就知道 真的 妳搞什麼東西欸 我在那邊 真的打到你的臉 穿好了妳覺得怎麼樣 啊啊啊我內心就這樣啊啊啊啊啊 啊啊 於是乎怎麼樣你知道嗎 性高才列巴鞋打包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就進來說 王小姐胡小姐在隔壁 你是說小真姐嗎 小真姐 Karen在隔壁 必須跟她分享這個好消息 剛好她Sales也推一模樣的靴給她 我就說欸欸欸這個靴 她說沒有辦法穿 我說你腿都很長黎黎的穿 我說我告訴你 我剛剛就是跟你一模一樣的嘴臉 穿起來有夠長 你穿你一定會買 他跟我做了一樣的事情 他也想穿上去打我臉 他會在那邊往世家就是囉嗦 這種鞋子我穿怎麼可能會好看 然後穿上去然後就這樣 啊 星光優哥 長腿妹 然後那天吃飯還有佩真跟關姐姐 我們兩個又把一樣的故事 跟佩真跟關姐姐講 然後呢小張來說你就不要試穿 因為你一試穿 就會買 然後佩真看關姐 然後佩真等一下就去試穿 我跟你講我今天有 隨便 我要不帶感情的開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別人才不會說 我們價值觀混亂 Ladies and Gentlemen 這邊 四個人的店 那四個人是這樣 姐你什麼要戴 你看得懂嗎 稍微有點高 Jenny有戴喔 Flapping那個Jenny有戴 好 在 照片 來來來來來來 我找到Jenny的照片全部下跪喔 來 Jenny有沒有戴 欸有勒 Jenny同款 你幫我戴的好不好 Jenny是這樣戴 但是我會這樣戴 人家長得正 人家可以戴正 我們這種比較歪的人 我們就戴歪一點 那姐你戴正我們看看 不行 他會長這樣 欸真的耶 這樣子好不好 先拿一個你們看得懂的好不好 這是一條非常舒服的皮肩 而且它是雙面的 這一條是我覺得它比較有樣子 是因為它真的是可以這樣批 有保暖度之外 它真的可以做到一個造型 它其實是可以這樣 然後以大logo來講 我覺得它做的顏色非常好搭 然後你想要誇張一點 就可以配這一面格紋 譬如說你今天穿的很素 那你今天稍微比較花一點點 你還是可以配這個顏色 那這一條我買沒有用過 因為我純粹被這個logo給迷惑 我就是喜歡這個東西 但你們看我劈起來像話嗎 欸王小姐不好意思 這個車子幫我插一下好了 謝謝 呵呵呵 比較像實際的實際 你知道嗎 他logo都坐在這麼底下 這一段有點太長了 膝蓋底下你知道 他好歹要圍起來 長在這裡 轉兩圈 你試試看轉兩圈 再兩圈 還沒有 再旁邊再旁邊 欸就這樣就這樣 你拿這個打妹啦 打妹是不是 那我們再來看一件 對 我剛才說妳的嗎 這個阿田妳看得懂 妳女生妳看得懂 其實我也看不懂了 我看不懂了 神女超人是不是啦 care bear 放送chanel的魔力 妳看不懂嗎 妳眼睛給我瞪大看一下 這上面是什麼 這是水鑽 這有多費工 我夠看清楚 看明白 請問一下 妳這個醜毛衣到底什麼 投妳的頭 多少錢啦 這件很漂亮 哪裡醜 12萬嗎 蛤 12嗎 快到了啦 15喔 13啦 才10喔 不覺得很漂亮嗎 妳是有鋼鐵人的 反應爐沒想好 我就是為了這個才買的耶 而且妳不能太近看我 因為妳都看不出來這是什麼 來 妳遠一點 等一下妳給我過來近一點 來 妳遠一點 過來 妳遠一點 妳過來 沒有人看得懂啦 妳遠一點 有沒有看到那個 C 有沒有看到那個 雙溪 妳是不是這件帕貝舅給我看 好 我這個地方會寄給舅哥 現在網民頻道會見 你穿著這件上衣 你就沒有要再配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 你甚至穿個黑西裝外套在外面 你都不會覺得它這麼樣的瘋狂 可是因為它上面有很多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穿很多顏色的外套在外面 像今天很流行的桃紅色 我選擇拿個駝色的外套嗎 這樣 我還是看不懂那些 它就是這樣 你們為什麼要質疑香奈兒的設計 你們不可以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你們要尊敬 給妳的尊重它 好 可能對妳的 它就是一團弱弱的東西 可是我就可以一眼看中 香奈兒的logo 那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 適合穿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就寫我名字 就要當一隻 散播香奈兒魔力的care bear 這一集也就是 剛好把我這陣子 買的東西 拿出來交流下來 天氣變涼的時候 我們有 我覺得可以投資的東西 很多人喜歡買這些東西 它可能就是for 永久的使用 比如說什麼圍巾啊 毛帽啊 什麼的啊 這一些 因為我該買的我也都買了 所以我真的會去買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這種就屬於特別 不是每天穿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 我推薦大家 如果妳有一筆閒錢 妳想先去拿去買包 可以每天背 我覺得很ok 當妳覺得包包妳已經有 妳想要去買一些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妳想要買一件毛泥外套 珍藏以後當作穿家寶 我覺得也沒有不行 但是很年輕的女生 妳要看妳的風格 如果說這不是妳的style 妳也不要硬買 因為妳買了妳也不會穿 妳可能會穿起來 會很像琴女一樣 小時候我媽媽在背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老氣 當我自己有一天覺得 理解的時候 我就會真心的去喜愛這個品牌 如果你也看得懂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 同道中人 如果妳看了覺得眼睛會痛痛的 晚上睡不著覺啊 那全面就是妳討厭我 不怕妳不怕妳也不會 我們就確定會的 如果妳找到 內衣服 不怕妳也不怕妳 還是還是